俗世烦扰 当身心疲惫时 凝望着佛陀慈悲的面容 就会感到平静喜乐 千百年来 人们利用各种材质工艺 花费无数心血精力 在世界各个角落 塑造了一尊又一尊 庄严的佛像 在日本 从公元五世纪佛法传入后 备受推崇 圣德太子确立佛教地位 圣无日王重佛信佛 到后世元赖朝 德川家康等五世大名 皆信奉佛法名流史册 在岁月的沉淀中 佛法逐渐成为上至名臣贤主 下至庶民百姓 所信奉的精神支柱 在无数天灾战乱中 日本人不吝钱财 不计人力 修四建塔 铸造佛像 用来凝聚人心 凝聚信仰 提到日本的佛像 人们首先会想到的 就是这尊奈良东大寺大佛了 大佛高约十五米 以青铜著称 法相庄严 右手截十五位印 左手截于愿印 东大寺大佛正式名称 是卢舍纳佛 为梵语音译名称 意思是 像太阳一样 以深光至光的大光明 照耀宇宙 居住在莲花藏世界中心 背光上有许多化身佛 据说 东大寺大佛 是模仿中土 洛阳龙门凤仙寺的 卢舍纳佛而造 日本奈良时代 曾一度瘟疫横行 政变不断 圣武日王 希望依靠佛法之力 平息由政变和叛乱 带来的社会不安 避免由疫情流行 和自然灾害导致的灾难 于是 他发愿建造 东大寺大佛 天平圣宝四年 公元752年 举行了大佛开演会 日王 亲率文武百官 历与东大寺 那是日本历史上的盛事 续日本纪描述 佛法东归 摘毁之仪 未尝有如此之盛也 历史上 安置东大寺大佛的大佛殿 曾两度因卷入战火而被烧毁 大佛也遭受到严重损伤 公元1180年 元氏和平氏的内战中 武将平仲衡火烧南都 大佛殿被完全烧毁 1567年 军阀内战中 大佛殿再次毁于战火 直到17世纪末 才得到了修复 莲仓大佛 是一尊阿弥陀佛的铜像 建成于日本莲仓时代 在众多的佛陀造像中 莲仓大佛不是最大的 但绝对是最知名的 大佛高11.3公尺 重达121吨 静静盘坐于日本神奈川县 莲仓高德院 有传说 当时的幕府将军 袁赖朝 参拜东大寺大佛后 深受感动 于是建造了莲仓大佛 刚建成的大佛是木制的 后因为台风和火灾 重塑成青铜佛像 莲仓大佛 最初是被安置在 一座寺苗建筑内 十四十五世纪 安放佛像的大殿 被台风 海啸和地震 多次毁坏 但大佛 却一直在这片土地上 在信仰凝聚之地的莲仓 守护着一方的众生 从那时起 屹立不倒的大佛 变成了莲仓神圣的象征 这就是世界第三大佛像 牛九大佛 它位于日本自呈现牛九世 牛九大佛 其实是一尊阿弥陀佛造像 全身材质 采用青铜铸成 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 世界最高的 青铜铸造佛像 大佛 受截来营印 面部祥和 腐蚀下贱 在任何一个角度看 都是那么威严 庄重 令每一位来访者 心生 崇敬 信仰之心 大佛的内部 是可以进行参拜的 内部结构 别有身意 反映了身体 极为小宇宙 直观地传递了 佛家的世界观 进入大佛内 首先是象征光明照入 取走世俗烦恼的 光明世界 这里的布局 也别有深意 寓意 在夜浪滚滚的尘世间 仿佛深处黑暗中 唯有向佛之心 能带来光明 而佛法 则是可以照亮 黑夜的明灯 对佛的信念 会引领人们 走到更高的境界 二楼 是可以抄写经书的 执恩 报德世界 人们可以在这里 静静地抄写经书 也可以单纯地 休息小气 环境清幽 不受外界纷 不受外界纷扰的影响 接下来 是供奉三千四百尊佛像的莲花藏世界 也是佛陀所在的境界 将经书中的讲述 持观呈现在人们面前 金色是这里的主色调 令人感受到佛国世界的庄严神圣 在佛陀胸部的展望台 离地高八十五公尺 透过观望窗 关东平原一望无垠 天气好的时候 甚至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富士山 走出大佛体内 大佛脚下是占地约一万平方公尺的净土庭园 仿造佛国净土 刺激开放的各色花卉不断 在盛放的花卉中 仰望大佛更是别有一番体悟 大佛附近的庭院 一指蓬莱州 心泉涌动 流水缠缠 行走其中 流连忘返 除了这三大文明海内的大佛之外 仙台大观音 群马县的高旗白衣大观音 湘川县的小豆岛 大观音等等 从古至今 人们以信仰之力 延续着文明的传承 对待神佛 谦卑崇敬的心态 会让这方众生 负责绵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